合法請假! 非法之前! 合法請假! 非法之前! 非法之前! 合法請假! 非法之前! 非法之前! 合法請假! 非法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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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我們的常務幹事跟理事長都有說 理事長 袁慧中 會員 在所有的一級單位裡面 有沒有出現過這麼多的餅? 如果其他單位沒有這麼多的餅 空服處 你是否要檢討你的管理方式? 再來 因為請假而被打餅 等同一大波的餅 他是請了多少假? 他是違規請假嗎? 一家公司關懷員工 是這樣子關懷的嗎? 他請假 有何多種原因? 有沒有去關懷他呢? 而是到了年底 就直接給他一個餅 這樣子合理嗎? 甚至 兩個餅 就直接吃錢 第二個餅 還是在第二年的第十年底 還沒跨過那一年呢? 你的烤級就出來了 這樣子的管理合理嗎? 這兩個餅打下去 這個就是解雇 這就是之前 這等於對我們員工 對勞工 等於是在判他事業上的死刑 公司可以這麼隨便嗎? 這位同仁是被資遣 是因為他們的烤級兩年比 可是事實上2017年的烤級 根本都還沒有公佈 在他們剛剛陳述的過程當中也知道 就是公司的助理 就是跟他們講說 兩年 你經典烤級是丙 所以我兩年 連續兩年 我要讓你 看你自己要選擇要資限 還是要欠資源你支出 剛剛也有同仁有提到說 他其實事實上是被助理 就是逼在一個 一個小心的場所裡面 然後還限制他出入這樣子 那 事實上根本沒有實際的分數評比 再者 2016年他們公司當時的人事規章 是要規定併駕跟試駕要全部用完 資潛調 我想這個是非常非常不合理的狀況 那我們第二點是要求華人公司 立刻恢復他們的雇用關係 那我們現在先來請我們的當事人齁 邱小姐來講一下究竟為什麼公司 會用這種無理的方式把他資潛調 那我們先請邱會員來講一下他自身的狀況 我在今年2018年1月3日執行完首爾到日來回班的時候 就接獲公司辦公室通知我 要求我簽約關於2016年的考經驗堂紀錄表 由於2016年的申請會長期的日夜作息顛倒 導致大小病不斷 感冒 過敏 骨盆腔發炎等等的身體不適 身體不滿最後的情況下 不得已向公司請了病假在家裡休養 我所有的請教程序均按照公司規定 但還是很不幸的在2016年度因為合理申請病假 而得到考基不理想的結果 那這邊是我的所有就醫序落 然後到辦公室說說是有要事相告 電話裡並不方便說明 一定必須本人親自到場 當天也是我順常睡假日 我覺得非常害怕而且毫無心理準備 所以1月5日並未回應 並在1月5日到日下午接獲公司通知我 因為當日未到故障委員定頒表 擅自改為1月8日到公司開會 那我們現在再請我們另外一位當事人 相會員來講一下 身體演藝系統已經變差了 大概從三年前開始 身體就陸續出現各種嚴重的過敏症狀 超過皮膚的紅腫 遭癢 狀況時好時壞 嚴重的時候會蔓延到眼睛 鼻子跟嘴巴 都會搔癢不止 紅腫 身體也打不完 這樣的情況下 對於防航 對控服員的遺容要求是完全沒有辦法正常上班 同事 我都希望他們能夠開開心心最重要 工作上 我絕對全力以赴 問心無愧 沒想到2018年1月5日 公司要我到辦公室面談 助理告訴我1月4日人事處公佈 今年考基底等 名單有我的名字 雖然他也很震驚 但還是要告訴我 考基連續兩年平等 予以置險 我在2013年正式上線 在2016年因為過度疲勞 加上工作時差 以及作息日夜顛倒 造成身體狀況不適 肌痛和胃痛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沒有辦法好好修復 我在不得意的情況下 按照公司規定請假 當年的考基式平等 2016年12月底 阿嬤的健康狀況出現危機的警訊 經過醫院的詳細檢查案判定 阿嬤患有腦下垂體瘤和動脈瘤 我從小就是跟阿嬤長大 怎麼可能她生病了 我卻沒有辦法陪伴在她身邊 所以2017年 我告知了辦公室 請了七天家庭照顧假 大家都知道 七天假要照顧一個生病的家人 根本不夠用 所以我也請了自己的病假 和媽媽人流陪伴阿嬤 我還是回答不出來 還記得之前通知後幾天 有一張旅客來含讚揚 雖然不知道你是誰 但是真心謝謝你 因為你讓我知道 我的權力以赴 還是有人看見的 所以希望 今天公司考基能夠透明化 並且還給我們工作權 合法請教 非法制選 好 我們現在請我們三分會的常務幹事林心儀來為我們